他们当街哭叫 以泪水洗刷他们的不幸 火警发生在今天上午11点钟 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队出动了12部救火车赶到现场铺救 起火的地方是重庆北路一段26巷42号之久 屋主多半是建城市场的菜饭 一共烧毁了4间砖墙木顶的房子 这是房屋非常拥挤的闹事 火警发生以后很容易波击四林 建城分局的局长曾叶点和消防大队长都立刻赶到现场指挥 他们很快地以水喉封锁火场的四周 在40分钟以内把火势扑灭而没造成大的灾害